愿主与你们同在 与你的心灵同在 共读圣路加福音 主愿光荣归于你 那时候 法利撒旦问耶稣 天主的国什么时候要来呢 耶稣回答 天主的国的来临 不是现然可见的 人不能说 看啊 在这里 或说 在那里 因为 天主的国就是在你们中间 耶稣对门徒们说 日子将到 你们千万看见人子的日子来临 却看不到 有人要对你们说 看啊 在那里 看啊 在这里 你们不要出去 也不要追随他们 正向闪电 从天 那边 那边 一闪 直到 天那边 人子的 人子在他的日子也是这样 但是 他必须先受洗脱骨 被这一代的人 守并且 上主的圣言 基督我们赞美你 刚才我们听到了智慧书 在读经一 智慧书在提醒我们 那 智慧是什么 有智慧的人 是什么样的人 智慧是爱人的 智慧是稳固的 它是坚决的 智慧是什么 无所不能 智慧是 洁净和洁净的 那智慧是 天主大能的明镜 天主美上的 肖像 那个是智慧 我们可以回去 尤其是看今天的 读经一 看看 那个是 天主在告诉我们 有智慧的人 就是这样的生活 那我们可以 往我们记记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我们喜欢洁净的东西吗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我们够爱人吗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我们够稳固吗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我们够聪明吗 尤其是聪明在 耶稳固的爱人吗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我们是活动的吗 我们的信仰是活动的吗 如果我们的信仰是活动的 我们就有了智慧 今天的读经 依旧是带着这个条件 来给我们和这个提醒 那今天的福音 法利撒人来问耶稣 也一样 我们常常所问自己的问题 天主的国什么时候来 我们常常都会说 尤其是这个疫情 医报我们说 是不是时间末日 天主的时间到了 耶稣在告诉我们 天主的国不是会从外面来的 真正的天主的国 是从我们里面来的 天主的国就是 每一次天主 在提醒你要悔改的点 如果你能够悔改 天主的国就临在你身上了 天主的国是从我们内的改变 我们明天会再继续 耶稣会继续回答这个问题 天主的国是什么时候来的 我们会看耶稣特别在提醒 诺尔的时代是什么样 因为诺尔听到了 天主在教教说要悔改 要回到真理道路上 其他人都还在嫁 还在吃喝玩乐说 在笑诺尔说 你是有病的 才在做这个 我们也是这样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天主已经提醒我们了好几次 让我们知道 祂的天国 天国已经临近了 祂已经到了 可是我们有时候 还是在讥笑 天主说 还没 还没 有智慧的人 就会赶快改变 天主的国 就是天主在提醒你 你宽恕得罪你的人 天主的国 天主的来临就是 你看到一个人需要帮忙 你必须要伸手帮忙 天主的国 就是从你身边要爱的人 你就要爱他们 这样我们鼻子相爱 就可以更过大的去爱 在外的人 天主的国 是从我们内心开始的 我们接受天主的圣言 把它活出来 我们就显现了天国 天主的国 所以我们在今天的圣人身上 圣马丁也看得到了 在他的时代 他活出了什么是天主的国 他愿意分享他的衣服 他愿意为教会服务 他愿意牺牲他的生命 为了耶稣基督的福音 爱天主 爱人 这样我们就显示了天国 教宗凡几个 不断地在提醒我们 我们要特别关注 照顾穷人 需要的人 弱小者 就是什么 朝中在让我们知道 天主的国 要我们把天主的国 带到给这些人 受苦的人 兄弟姐妹们 我们祈求人 我们祈求人士的天主 让我们能够像今天的 读经义一样 聪明 能够爱人 爱天主 也能够什么 喜欢洁净的 能够宽恕 鼻子宽恕 鼻子宽恕 鼻子包容 能够有一个稳固的信仰 活泼的信仰 这样我们可以带天国 给我们所遇到的人 我们就成为 天主的肖像了 愿天主 降福我们 提给我们所需要的力量 也帮助我们 能够放弃自己 内心的一切 接受他的天国 接受他的爱